欢迎收看小时电影,我是小一,本期要分享由格林童话灰姑娘载编的电影《情话团真》 格林兄弟是19世纪著名的童话作家,他们从明间收集各种各样奇妙的传说,润色加工,绘编成册 灰姑娘就是其中最耳熟能详的一篇,但因过于浪漫美好,很多人不相信是真的 直到有一天,格林兄弟受邀来到宫殿,女王告诉他们自己曾曾曾祖母的故事 那是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名叫丹妮的法国女孩,她的父亲是庄园主 虽然女孩母亲不幸早逝,但在父亲和侍女的宠爱下,丹妮活得像只快乐的小鸟 她娇憨可爱,强壮勇敢,还有点苦苦的男孩气 某日,丹妮特别兴奋,听说父亲要给她带回一个继母和两个姐姐 在门口迎接继母时,丹妮和发小刚在田间打闹,弄得满身是泥巴 继母叫罗米拉,一个不苟言笑的女爵,两个姐姐一个叫玛格,一个叫琪琪 初次见面,丹妮很喜欢母女三人 每天晚上,父亲都会给丹妮讲故事,讲见闻 渐渐地,丹妮爱上了读书 这天,父亲讲了穆尔的乌托邦 书中的世界友善和平,让丹妮非常神往 他怀着憧憬和爱意失去 没想到一夜过后,悲从天讲 隔日一早,丹妮父亲要去外地出差 她刚起到大门口时,胸口传来一阵巨痛 整个人从马背上摔了下来 没等丹妮和继母反应过来,父亲就突发恶极兵士 于是可怜的丹妮一下子坠入苦难的深渊 继母渐渐露出恶毒的本性,开始把她当仆人一样使唤 幼小的丹妮无法抗衡,只能乖乖听命 十年以后,曾经的小公主变成了一个灰头土脸的农家公娘 但汗水灰尘,粗骨麻山,也掩盖不了丹妮小鹿一样灵动的美丽 她的内心依旧乐观勇敢 和往常一样,丹妮起床料理浓糊 突然,一个蒙面男子撞破栏杆,急驰而来 丹妮看到男子骑的是自家的马 拿起手里的苹果,狠狠砸了过去 马儿受惊,把男子撂了下来 丹妮跑过去一看,对方竟然是王子 他立马跪下来紧缀 幸亏,王子急着赶路,扔给他几枚金币转身离开 丹妮这才松了一口气 其实,王子刚刚从宫里逃出来 往往让他跟素不相识的邻国公主订婚 他不愿意,所以连夜逃跑,已是抗议 没多久,王子就被抓了回去 可正因如此,他和丹妮才有了第二次邂逅 丹妮家有一个老仆人 因偷了进屋的钱被卖去做苦役 有了王子给的金币,丹妮心想把老仆人赎回来 丹妮的蠢酸母样去赎人,显然不可能成功 于是他精心打扮,穿起母亲留下的裙子 俨然变成一位羊条淑女 聊到集市上,丹妮拦下求车 拿出金币要求熟人 没料到,丹妮的马夫性情暴躁 差点拿起拳头揍入汗 就在丹妮束手无策时 王子恰好经过,斥责了马夫的粗暴无礼 随后,王子得知丹妮受此歧辱 竟是为了一个偷窃的仆人,感到大祸不解 丹妮则引用乌托邦的话,回答了王子的疑问 底层民众有偷盗的坏习惯 也许是教育不苦其道之 如果只是一位刑法,而不从根源上纠正他们的思想 那偷盗的风气只会越言越烈 这一些话让王子心越诚服 而丹妮的美丽聪慧,也让王子怦然清新 王子让马夫放人,并追问丹妮的名字 显而易见的是,他们认出对方就是那个用苹果砸自己的乡下女孩 面对英俊善良的王子,丹妮显然也情都初开 爱与颜面,他自称尼歌女爵 这正是母亲的名号 回到宫殿,王子立马告诉国王和王后 说自己找到了信仪的姑娘 依靠王后的朱玄,国王终于松口 承诺只要王子能在五天内完婚 他就取消联姻 而为了找到一个女爵 王子决定举办一场舞会 邀请所有贵族来参加 继母收邀后非常兴奋 他一直想把漂亮的大女儿嫁入王宫 碰到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他必须牢牢把握 为此,继母收买了王子的侍臣 打摊到对方的一切行踪 这天,丹尼在庄园外的小河游泳 遇到一个有趣的白发老头 对方是宫里的手席画师 跟王子殿下来采风 于是丹尼和王子又一次相遇 而这一次邂逅 让王子对丹尼更加青睐 这个女孩不失粉带 在山间自由自在地玩耍 充满朝气与活力 虽然王子从小养尊处优 却从没体验过生活的激情 很快,王子有心上人的消息 传遍了街头巷尾 吃饭时丹尼听到 吉姆在咒骂王子的心上人 断盘子的手忍不住抖了抖 因为他听得出来 那个传言中的心上人就是自己 然而丹尼认为 和王子的相遇就像梦一样 美好却不真实 所以他不敢抱有不切实际的失望 到了第二天 丹尼和发小在庄园外放风筝 谁知道他再一次碰到王子 原来王子专门到 左天相遇的地方来找女孩 丹尼吓得赶紧躲起来 发小知道丹尼暗慕王子 就几时送上神助攻 他说丹尼借住在罗米拉女爵家 现在正好一个人在家 王子一听 那正是自己建马的那户人家 幻音刚落 他就骑马直奔而去 丹尼则走小道一路飞奔 在王子赶到前换好了装束 接下来王子跳到丹尼 兴奋不已 邀请对方去王室的图书馆参观 在图书馆里 两人博古论经 聊得非常透气 随后他们又到户外放风筝 玩到惊醒时 风筝不小心踏在了山石上 丹尼脱掉外衣 立马爬上去捷 就在王子莫等口呆时 如果吉普赛人突然来抢击 王子技术不错 可终究管不敌众 紧要关头 丹尼大声出言制止 首领一听 微微一笑 说只要搬得动的东西 就全让丹尼拿走 谁知道丹尼大大方方地爬下来 把王子躺上肩转身就走 吉普赛人见状 纷纷哈哈大笑起来 他们讨厌法国人 可就欣赏如此勇猛的姑娘 当晚 首领邀请丹尼和王子到部落做客 一起人围着篝火 跳舞狂欢 丹尼和王子也在火光的眼影下 情不自禁地亲吻起来 自从丹尼父亲去世以后 他终于品尝到幸福的滋味 隔日一早 王子送丹尼回家 叫他一定要去舞会 但这么一说 丹尼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回到家 丹尼看到大姐拿着自己抹进的遗物 一条高贵奢华的白裙 和一双均满钻石的水晶鞋 他直接冲上去把鞋子夺了回来 因为大姐这样自私刻薄的人 根本不配穿他母亲的衣服 但大姐也不好惹 抢了丹尼父亲留下的书做威胁 为了保住父亲的书 丹尼忍痛将鞋子交了出去 可大姐一拿到鞋 就把书扔进火炉 就在这天 丹尼还遭到继母的毒打 受尽了侮辱和亏待 事后 煞两的二姐替丹尼上药 而丹尼却不知道 亲政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不久 王后受儿子的嘱托 派人请继母到宫里做客 表示王子的心上人 就是他们家的尼哥女爵 继母暗暗正惊 知道尼哥女爵就是丹尼 但狡猾的她装作不动声色 并谎称尼哥女爵已有婚约 已到家 继母立即把丹尼关进地下室 并威胁仆人不准开门 因为王子的舞会将在当晚举行 他不能让丹尼坏了自己的好事 另一边 往后透露出尼哥有婚约的事 可王子根本不信 毕竟两人早上才还是山盟 与此同时 丹尼放下跑到宫里 找画师帮忙 他打开了锁 顺利把丹尼救了出来 这时 丹尼有些退缩 他认为 鱼怎么能爱上飞鸟呢 再说 他还骗了王子 把自己仆人身份 说成是女爵 画师表示 真爱无红钩 而且他会为丹尼做一双翅膀 到了舞会环节 宾客纷纷入场 王子努力地在拥挤的人群里 寻找欣赏人的身影 直到宴会快结束时 人群后方才出现丹尼的身影 他穿着一些白裙 脚踏一双水晶鞋 身后还坠着一双翅膀 美得如同天使降临 依靠发小 画师和仆人的帮助 丹尼排除了所有阻碍 追到了王子身边 王子惊喜万分 他跑到女孩身边 恨不得累积宣布 这是自己的未婚妻 丹尼拉住王子 刚想谈全一切事 恶毒的继母杀了出来 在众人面前 继母揭穿了丹尼的仆人身份 还撕断了他的翅膀 一时间 丹尼羞愧得无敌自容 但更让他难受的是 王子也信名为真 他误以为丹尼为了当王妃 才故意撒谎激进自己 在丹尼心中 这番话比继母的羞辱 更痛苦 因此他放弃了解释 转身躲落而逃 就在逃跑途中 他遗失了一只水晶鞋 事后 画师把水晶鞋捡回来交给王子 并把丹尼撒谎的真相如苏相当 王子一听 为自己的行为悔更不已 看着这只水晶鞋 他陷入了深深闹悔中 此时 天空下起了倾盆大雨 丹尼躲在城堡边偷偷哭泣 过了一天 可怜的丹尼还没缓过神 竟被继母卖给了厚色的香绳 这个老男人在丹尼的脚上系了铁链 根本不把女孩当人看待 竟好丹尼学过尖数 趁着香绳不注意时 他拿起剑划破了对方的脸 以信念做抵抗 这么一来 香绳不得不给了女孩自由 就在丹尼跑出来之际 遇上了迎面而来的王子 原来 王子得知继母的所为 特地改来营救 而接下来 剧情便朝着众所周知的方向发展 王子先生为那晚的莽撞道歉 然后他立马向丹尼求婚 亲自为他穿上那只遗失的水晶鞋 两个友情人冰日前嫌 紧紧拥抱在一起 此刻 这位灰姑娘依靠真善美的品格 终于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而恶毒的继母和大姐 因妻骗完后 被扁欧同人 受到了英勇的惩罚 好了 感谢收看小真电影 我是小一 本文作者是葫芦小姐 下期不见不散咯 拜拜